你好 早安 早上好 雅溪 雅溪 那個 雨桶回來一下 好 我們還有一起吃早飯嗎 早 你們倆吃早飯了嗎 沒有 給你們帶來這個 雅琪家鄉特色 常德牛肉粉 太暖了 這麼好 謝謝 謝謝陸律師 看看這個是 這個本力得最分最高 天啊 我回來了都還沒有吃過 是嗎 那樣子的 我就記得昨天你講是說 這個常德牛肉粉 然後我一看 還真挺出名的 在這個還有不少店的樣子 雅琪的家鄉 看起來好好吃 樂律啊 可能回去也想了一晚上 覺得昨天說雅琪那幾句話 是不是重了一點 對雅琪是不是 會讓她又很難過 所以有一個很溫柔的 樂律確實兩個頻道 她可以隨時切換 冰與火啊她是 工作中的嚴厲 然後講回正經的這個 今天你們一定要把客戶的 一個訴求 然後這賽是 非常心理這樣子 那同時的話 對於對方可能有的點 然後去做一些預判 然後想想 下午花五怎麼來表現 好吧 加油 好 謝謝洛莉 我們去 你趕緊去找飯吧 我覺得找事非常重要 天啊 你吃這個豆豆 這個豆豆好好吃 這是黃豆 來吧 開始幹活 馬上要見委託人了 需要點動力 來快辦公室零食 屈多多 超好吃的大塊曲奇 吃完狀態會變好哦 你試試 大塊曲奇的黑巧巧克力味豆 更多更大 每一口都有料 超滿足 屈多多太給力了 狀態好了 工作才能事半功倍 那這一盒就歸我了 喂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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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到了 好的好的 我們現在下去接您 見過來了 我們在婚宴室吧 就在這裡 對 對 行 來 謝謝 好 我們馬上過來 打個臉 好 您好 好 您好 你有緊張的小叔叔 我沒緊張 不要緊張 桂華主要是兩位跟對方的 對嗎 溝通 對 對 那個洛旅和我們還有一位全律師 應該會旁聽 也會來 你好 Kerry 你好 又要給你們添麻煩兩位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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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今天是 全律師 全律師 對 這是我們娛樂法的合夥人 全律師 然後這是Kerry 然後這是依依這樣 也是我們的這個當事主播 依依依那你們都準備好了 我們就 那雅琪可以開始嗎 嗨 您能幹嗎 您好 請問您是公司的法務 可以介紹一下自己嗎 我是公司的拼體能律師 您好 我是今天工程的實習生 汪宇童 首先就這個問題 我想先聽一下您那邊的一個想法吧 我想問一下你們這邊 現在是一般的授權 還是特別授權 做這個事情 你 呃 我們這邊 邊 啊 第一個問題 我們這邊應該是一個 我們的當事人就正在現場 氣勢 嗯 嗯 行 好 行 因為依依這個結婚吧 對於公司來說 我希望她去認定的旅行合同 那依依想要去解約 我們想聽一下 你現在解約依到的一些事實 和法律上的依據有哪些啊 嗯 是這樣的 嗯 關於合同的解約 呃 我覺得 我方認為你們公司可能構成了一個根本違約 呃 呃 它並沒有得到你們公司 所承諾的對她進行一個扶持的一個情況 你們在她直播的時候可能更多的是只給她提供了場地 以及燈光這些 但是並沒有對她進行一個培訓 所以嗯 我覺得是存在合同目的的一個落空的 民法典第563條第四款可以知道 如果經濟公司存在一個根本違約的行為 使得我們依依主播簽訂的這個經濟合同 目的落空 主播就有權解除演藝經濟合同 然後呢 同時我覺得還有一個解除的依據是 經濟合同可能是具有一定的人身專屬性的 呃 是 呃 所以所以依依現在她很堅定的覺得 她已經喪失了對你們公司的信任了 你們公司給她的承諾並沒有達到 所以我們需要解除合同 我可以補助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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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以稍等一下嗎 我們這邊還 律師還想補充一下 嗯 明天 蕭律師您好 我是今天工程實習生 扎雅琪 然後對於您剛才那個問題 我再補充一個小點 六點三條 有明確寫出雙方 應當在每個自然月度結束之日起的五個工作日內 雙方就上一月度的收益進行結算 但是公司有对一的 五万元的收入进行扣除 这也是一个 对 我们这边律师的意见 也是构成根本违约的一个支持吧 我个人认为 个人认为 我个人认为 我觉得是这样 其实在合同的2.2条 写得很清楚 我们要为一其中 直播的平台及服务资源 证明的话是包括邓不现 您刚讲的商业运营资源 内容这些东西他不会要求 但我认为这些东西 不可能构成根本违约 因为只要我知道哪怕一点点 那我主要一位也在违约 相反来说呢 我是觉得也无不合理的 去拒不参加公司安排的直播活动 那我认为会构成严重违约 如果一一既然发起相应的反应 要求去解除 公司也会提出反速 要求别人的直播 我直播里面见识 是这样的 因为一一也跟我们说了 他在七月份的时候 已经在公司跟他对接的 一个员工进行了一个沟通了 就是他已经表明了自己 并不想再继续 与公司进行一个 合同的旅行了 我觉得是 他已经进到了一个通知义务了 而且一一也跟我们提到了 你方好像已经把他的抖音账号给 就是已经封了 他没有办法去履行这个合同 这一个月 你刚所谓的工作人员这个事情 我可能还去核实 因为公司没工 第二 这个工作人员没有权力去做这样的承诺 工作人员做承诺了吗 如果你只是单方通知 你想实现的目的 你认为合同后哪天开始解除 是从你通知那天吗 对 但是 我觉得合同在何时解除 可能也不是您方 就是现在就能说了算吧 你刚刚讲了你主张是法律解除权 但我想 我想说的是 你的法律解除权没可能成立 对吧 如果说合同解除这个事情 要做法律确认 现在合同还是有效的呀 对对对 没有解除这些都是有效的 你当然要去拒绝旅行 你三完五次的拒绝旅行 公司安排的这个直播工作 但你还是严重的违约 对吧 您好 就是您是否知道 一一最近三个月 他直播数据不好这件事情 就直播数据这么不好 然后每天还要直播八个小时 又没有赚多少钱的时候 他也很难受 我知道公司也当然希望他好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我想知道公司做出了什么努力 来解决或者改进这个事情 公司是否有投流 公司是否有给他进行其他的培养 或者直播间的包装各种 对于这个账号归属的问题 我方 我们认为 账号A是由一一他以他自己的名字来实名认证的 并且在合同里面并没有对账号的归属进行规定 它本人的风格才是这个账号的核心 所以说对于这个账号归属的问题 我们认为首先账号A并不是归属于公司 但是根据互联网用户信息服务管理规定 公众账号产生的运营者必须要以真实的生实信息进行注册 然后我方我们这边是以他的个人实名信息进行注册 应当是以实名注册这一方来认定是账号权归属于一 好 那其实这个账号的归属权也是一个后续的问题 我还是对那个合同的旅行进行一个补充 其实账号那个聊得挺好的呀 账号是一个比较优势的单独 对 是个优势因为他有人真属性这个问题 您刚刚提出